本人的發言主要圍繞著特區管治憲政事務 武漢肺炎的抗疫工作 警隊和監警會資源三方面 第一,特區管治和憲政事務 面對武漢肺炎蔓延全球 令環球經濟停擺 香港經濟和民生飽受衝擊 政府雖然推出兩輪的抗疫防疫基金 總共1,675億 再加上財政預算案 涉及超過1,200億的逆週期措施 但是香港面對的 不僅僅是經濟下滑的危機 還要面對憲政危機 一國兩制保不住 政府用多少千億、萬億 都救不回香港 最近保皇黨批評民主派攬炒香港 在街上掛了Banner 但是我認為林鄭和保皇黨 漠視民意強推送中惡法 包庇黑警、拒絕獨立調查警暴 拖延封關救港的決定 他們才是攬炒之母 不僅如此 上星期五 中聯辦聲稱 港澳辦和中聯辦 並非基本法第22條所指的 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 並指兩辦是擁有對香港事務的監督權 而前日即是星期二 港澳辦就連發三篇評論 點評香港內部事務和立法會的內會 包括哪一個立法會議員不稱職啊 我們要怎樣投票啊 實際上 好像港澳辦已經河水倒灌井水 中央對香港實行全面的管治權 記得在香港回歸初期 中央曾經誓神劈願地表明 河水不犯井水 中央不會干預在國防外交之外 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內部事務的 我們還記得中聯辦的第一位主任 黃碧雲議員請你回回你的辯論 我正在說三點 現在這是第一點 中聯辦首位主任姜恩柱先生 他強調香港特區是直核於中央人民政府 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與中聯辦之間是不存在隸屬關係 但是回歸23年 中央人事變遷 黃碧雲議員我再提醒你 黃碧雲議員我再提醒你 現在我們辯論 2020年 活本條例草案請你回來 多謝你的提醒 你這樣令到我的時間還拖長了 主席 主席 回歸23年 中央人事變遷 鄧小平 魯平 姜恩柱 他說過什麼都好 現在好像都不算數了 現在兩辦公然扭曲基本法 背棄過去的承諾 是中共攬炒一國兩制 令香港萬劫不服 黃碧雲議員 如果你再不回來這個辯論 我就唯有停止你 請你回來這個辯論 主席 雖然我知道你是很疲倦 不過希望你多點耐性 我想說的是這一點 這個辯論不是關於我疲倦還是不疲倦 大家是要對這個辯論是對提的 你開頭說的有些離題的 我是給你的 但是我已經提醒你多次 如果你不回來這個辯論 我是唯有停止你的發言 多謝你提醒我 主席 為什麼我要說這一點呢 我正正在說 無論政府在財政預算案裡面 要放多少錢下去都好 如果你不去 解決香港的內部管治問題 以及究竟一國兩制還站不站得住的時候 基本上你放多多錢下去 其實是救不回香港的 即使你用盡香港的儲備 都是令到香港 在林鄭政府領導底下 在兩辦的壓迫底下 攬炒了國兩制 香港根本上你花多多錢都救不回 主席 關於中聯辦對於香港 宣稱對香港是有監督權 其實這個是最令我們憂心的 因為現在這樣搞下去的話 根本上是沒有人可以知道 香港特區的權力 權限在哪裡 我們現在看到在財政預算案裡面 政府就是建議用很多錢來搞一下國情班 這些國情班 根據現在這個預算案 總共是會用一千九百一十萬 預計是有過千公務員會參加的 國情班主要是給公務員和公營機構的要員 包括原來醫管局裡面的醫生護士或者高層 都是要參加這些國情班 要認識學習基本法 認識國情的 不過我認為這些錢其實都是浪費的了 因為為什麼 你勞師動眾攀山攝水上去北京 要去學習基本法 根本上你不如問兩辦下個指令 怎樣解讀基本法好過 因為根本上日日都有不同的解釋 所以其實現在根本沒有人敢說 包括政府官員 夠膽可以認識 說自己認識真正的基本法 因為根本上是隨時有新的解讀 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 我也不知道如果作為一位老師 現在還可以怎樣教基本法呢 22條怎樣解讀呢 過去和現在原來已經有不同的解讀 主席 我認為政府如果要挽救經濟 改善民生 是必須先要穩定政局 改善管治 回應五大訴求 但是整個預算案當然提都沒有提過 怎樣回應五大訴求 買些什麼資源下去 政府的施政 也都是拒絕以民意為依歸 所以我經常認為政府放的錢 是不會有好的效益和效果的 政府一直迴避落實雙普選 更加計劃要求公務員全體上下 都要宣誓擁護基本法 效忠特別行政區政府 黃碧雲議員 黃碧雲議員 我已經最後警告你 你一直都是離開這個題目 請你停止發言 莫乃光議員 怎麼搞錯啊 搞錯啊 我是多次提醒黃碧雲議員 請他回來這個2020變 會本條例草案 他一直是離開這個題目 莫乃光議員請你發言 莫乃光議員 請你發言 莫乃光議員 請你發言 主席 我留意到你剛才停止黃碧雲議員的發言 我亦都在樓上聽著你 就不同議員發言的裁決標準 我留意到有幾位議員 是講到警暴的問題 你很快就叫他回來這個辯論 但是譬如好像葉劉淑儀 是批評這個香港電台 七八分鐘 你就任得他說 沒有插過一句嘴 我想請問你 是不是說支持政府部門的 尤其警隊就可以任說 就不來提 林卓平議員 你那個抓法標準 林卓平議員 請你坐下 你是不是在猜測我的動機 主席 你問我 我發言 第一件事 請你坐下 第一件事 很多議員在今天發言 都是試過來提的 我也都有提醒議員來提 請他回來 那些議員都是回來的 有些都會繼續一會 但是很快就回來 黃碧雲議員 我是四次提醒他 回來 而且那個題目 是跟今天的完全不同 葉劉淑儀議員 他是講香港電台的洗費 是在我們今次的撥款條例裡面 是有撥款給香港電台 他是沒有利體的 所以我是給他講 每個議員在這個題目 在這個撥款條例裡面 既然他喜歡這個題目去講久一點 是不重要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在這個辯論的題目裡面 我是提醒議員 議員來提 有時候他有需要 但是當我提醒的 他應該盡快回來這個題目 所以我已經作出了裁決 請你不要辯論 是 主席 你剛才說 我是不是猜測你動機 我絕對沒有這樣的意思 我亦都說得很清楚 是請你澄清你那個 執行議事規則的標準 不過你剛才說葉劉淑儀議員 是講香港電台洗費的問題 邵家津議員都是講洗費 講買子彈、買水炮車 全部都是講洗費問題 那為什麼他講這些 你就說他離題呢 他就說他花了些錢 你做那麼多警暴、濫權 是不對的嘛 你這些你就質疑他 請你坐下 我是提醒邵家津議員 邵家津議員 終歸都回到這個題目 我有沒有停止 我有沒有停止去的 莫乃光議員請你發言 有什麼規程問題 我認為黃碧雲的 剛才的說法 並沒有你提 雖然他有提到中聯辦 但是他不斷說中聯辦 如何影響部門 我已經作了裁決 這個是不容辯論 請你坐下 莫乃光議員 莫乃光議員 有什麼規程問題 我的規程問題就是問 你是否中聯辦的康門狗 是否批評中聯辦的 全部都不可以說 請你馬上收回言論 如果你不收回言論 我視你極之侮辱 莫乃光議員 請大家不要在座位說話 莫乃光議員 謝謝莫乃光議員 謝謝莫乃光議員 謝謝莫乃光議員